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因果是 不管你是修道人还是传道人 众生都是一样要受因果的 到底大修行人他要不要受因果啊 这在历史上有个著名的禅宗的故事 叫野狐禅的故事 大家知道有一个百丈禅师 他是目前寺院 中国大陆的寺院定清规戒律 都是百丈清规 都是按照他在世的时候定立的制度 管理寺院的 那百丈禅师他当时是一代高僧 真有功夫的 你们无论接触佛法也好 道法也好 还是其他的宗教也好 要找到真正的有修正力的 就是他自己能够实证的 不是只会讲经说法的 这个就很重要 如果只会讲经说法又不通阴阳 又不明了 他自己不能进入空性正见 因为你进入空性正见的每一个真正大成就者 实际上最后都一样 都是在空性里面去观照 看出很多因果来 那么帮你去从因果上处理你一些事情 那效果就特别好 那么如果他自己还不能进入空性正见的师父 通通都不是真正的高人 什么是高人 就是已经不再注重我是谁 而注重自己的空性 在空退之后 退掉自己的知见以后 在空性里面见到宇宙实相 人生实相的这样的老师 才是真正的高人 真正的高人 无论他是修什么宗派的 无论是哪个宗教的 基督教也好 天主教也好 你看基督教 他这个牧师神父 他在传道的时候 他不可以说我张卜生传道给你们 他总是要伸出手来 说我以上帝的名义 我以耶稣基督的名义 怎么怎么地 接下来去再说事 这个名义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要空退 你只是一个身体 你这个身体里面 那个主人已经不是你张卜生了 主人已经是上帝了 主人已经是耶稣了 那么我们佛法 那么更重视人无我 法无我 要以相求我 以音生求我 世人行邪道 所以是那么你要退入空性 见到空性正见的师父 那才能够真正的向他请教 否则这是他以自己的知见来污染了你的知见 这叫以盲倒盲 就是一个盲人 你迷路了 你不知道往哪走路了 结果你去找了个盲人 瞎子给你带路 这个叫以盲倒盲 你自己都失去路方向了 他瞎着眼 他哪里可以看到方向 所以我们不要找那些没有空性正见 没有真正实证功夫的人去求教 否则他就是以盲倒盲 那这个百丈禅师有一次在庭上讲经说法 结果是除了他这些正常平常的信众来听之外 这天来了一个长者 这个长者就是一股先锋道骨的样子 然后白头发白胡子 然后结果他连续地来听了很长时间的经 有一天这个百丈结束了这个讲座以后 要下堂 结果是都退了 结果是这个老者不走 站着 这个百丈禅师就问他说 你有什么事情 你还不走 这个老者说 我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狐狸 我已经堕狐身五百年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叫狐仙 他说我过去世跟你一样 是个讲经说法的大法师 我因为讲错了一段经 然后堕成狐身了 狐狸身了 所以大家为什么师父爱护你们 在你们没有完全正量之前 不让你们登法座 去胡讲乱讲 做辅导员可以 你要自己胡讲乱讲 因果自受 一定要受因果的 不是说你这个讲了就白讲了 人家没听进去算了 如果听进去误导了人家 耽误了人家的会命 我们杀人只不过杀人的肉体 但是你如果是耽误了人家 这一生有机会解脱 结果是没有 他因为听着你的东西被你误导了 没有机会解脱了 这是断人会灭 没有机会去极乐世界 没有机会成佛了 这叫断人会灭 这个大 所以是法师 以前的法师特别害怕讲经说法 他没得到师父认可之前 他绝对不敢坐在这个法座上 这样跟大众讲法 为什么 因果太严重了 所以这个法师过去是 五百年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出了名的大法师 当时有一个人问他说 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 结果他当时回答说 大修行人不落因果 意思是真正大修行的人因果制不住他了 他不会掉到因果里面 结果因为这句话 他那一世结束肉身之后 跺在狐身 狐狸身 做了五百年的狐狸 这五百年的狐狸 他一直自己 因为上一世是修正的 有一定正果的 他才能够影响那么大的影响力 因为古代时候没有新媒体 你们现在随便弄个视频什么都可以做网红 一宣传的名气可大了 越色的越容易出名 越浑的担子越容易出名 网红是乱讲一片 在古代不是这样 你真正要能够得到信众的拥护 那是真功夫 真本事 所以他已经影响那么多人了 他可不是一般人 但是就因为讲错这一个 然后就做成狐狸 做成狐狸身 这五百年来他还是不媚 他知道自己上一世是法事 虽然是狐狸身 所以你们看到现在很多视频上传的 那个猪跑到佛堂里跪的 跪半上跪 狗跑到那个店上跪 所以他们实际上前世都是拜佛人 前世都是修行人 因为不经济 因为愚斥 所以又跺到了什么 出生道 那在出生道他又记得自己前世是个出家人 或者前世是个拜佛修行者 所以这辈子来求忏悔 所以他往往这样拜过一段时间 他马上就会死 为什么 转世去了 转成人神再修行 直到忏悔了 但是这个法师五百年他没有去转世 他就是因为弄不明白他错在哪儿了 他认为是不落因果的 为什么还要跺到因果里面去了 结果百丈禅师就跟他说 说是这个不叫不落因果 叫不媚因果 媚呀 一个日 一个未来的未呀 不媚因果 他豁然大悟 然后拜谢以后就走了 走了以后 百丈禅师第二天就叫他的弟子说 我们到后山去 有个老者往生了 那结果到后山去 在一个山洞里面 他们用那个肠杆洞小 狐狸洞 调出一个白狐的尸体来 然后因为他去转世了 他明白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有的时候 病人老不死 老不死 老不死 实际上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他被张住了 挂住了 所以他就是因为一句不落因果 挂了五百年 他不明白错在哪儿 所以他等到百丈禅师出世以后 他终于旧教育高道 旧教育高僧 然后明了了 原来是不媚因果 什么叫不媚因果 就是说你在因果来了的同时 知道是什么因果造成你现在的疾病 造成你现在的不顺利 我们有事业的不顺利 有身体健康的不顺利 有的人家庭不顺利 有的人孩子不顺利 所有的不顺利都叫业障 那么对于普通的人 他不知道是什么业障障碍了 他不顺利 但是对于大修行人 过去累世修行者来讲 你只要能退入空性中 你自己就会变成一个镜子 然后在镜子里映现出过去事 什么原因导致今天的因果 所以这个叫不媚因果 要受不受因果呢 受因果 不是不受因果 要受因果 但是受因果 他自己清醒明白 不畏惧 就像我这次生病 我也没有畏惧 但知道是因果 知道是因果 但是弟子们也帮着 我有一些徒弟 他们也很精进 帮着我做法会 然后帮师父清醒效应 这是对的 这个逢是有肉身者 没有究竟涅槃者 都有业力 都有业力要释法 当年释迦牟尼佛在释的时候 有一次他头疼三天 头疼三天 头疼三天 当时是怎么回事 就是人家有一个民族 来灭释迦族 就是整个释迦牟尼族 家族 遭了灾难 然后人家来 全部把他的家族都灭了 然后当时他的弟子 牟尖连神通很大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柏鱼 画成了一个坛城 然后接了一些 释迦族的男男女女年轻人 把他送到天上去 保护起来了 然后希望给释迦牟尼的释迦族 留一个血脉 传承 结果等到战争结束以后 那些在陆地上都被杀了以后 他把这个柏鱼拿下来的时候 结果里面都是血水 一个没保留下来 都死了 那在那同时 释迦牟尼就头疼三天 然后穆建连就来问 释迦牟尼是什么因果 释迦牟尼说过去是 他们这个族群在一个山上居住 前面有一个大池塘 大池塘 然后那年天汗 然后就没有水 所以是整个池塘里的鱼 都被这个村子里的人全部捞出来吃掉了 吃掉了 当时有个小孩他不吃鱼 他看到一条大鱼 然后被大家弄上来以后 他拿那个柳汁棍 敲了那个鱼三下头 所以那些吃了鱼的释迦祖的人 都被那个鱼转世回来 变成一个家族 变成一个部落 然后把释迦祖的报仇 你杀了整个族群 他又把你的族群都灭了 但是因为释迦牟尼那一世不吃鱼 所以只敲了鱼三下头 他头疼三下 所以大修行人不闷因果 所以当因果出来 他知道是什么因果 不是说头不用疼 也不用说没有病 这是远处的故事 那么近处的故事 民国时间期间 在中国有个大法师 他是坡脚的法师 他走路是一拐一拐的法师 那他这个脚怎么断的呢 他有一次在大雄宝殿 他是个出家师 走路的时候 凭空给他就这么翻个跟头 就把他摔跤 摔在地上了 结果是腿就粉碎性骨折 凭空啊 就是你这么摔跤 他结果人飞起来了 哐又落了地了 没有任何的外力 他就这样飞起来 哐落地了 后来就治好了以后 是个泼脚的 有人就觉得 他后来正果也是很厉害 有实证功夫 他到处讲经说法 但是别人说 你这个已经有实证功夫 你这脚为什么还是个泼的呢 就走路这样一拐一拐的呢 他就讲他自己的故事 他在国民党时期 他那个时候是一个连长 带着一个部队 那他也最喜欢吃什么 就是鸭子 就是他只要军队住在哪 那周围的鸭子一个都不吃 为什么 他每天要吃一只 每天要吃一只 百姓里不卖 他是军官啊 谁敢不卖啊 他不是抢 他是买 买来啥吃的 吃的那个鸭子也输不清 这吃了多少只鸭子 可能上千只也有了 然后结果就是 因为这个因果 他后来虽然出家了 但是这个报应 最后摔断了腿 摔断了腿 然后他知道 所以是后来人家给他起了个法 起了个外号叫泼脚法师 泼脚法师 那么这些东西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会不会生病 大修行人 你们现在是发心一生成佛 一生成就 会不会生病啊 不可能不生病 什么时间要生病啊 趁你们年轻赶紧发愿 让所有的病要生赶紧来 这个修行你越精进的时候 一些不顺利的东西 越会早一点地曝露出来 然后趁你年轻 趁你还能够有气力足的时候 去把这些消掉 而不要等到老年的时候 没有力量了 然后再去解决它 然后再去解决它